在经过两年的外交努力终于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首脑会议上 像中国这样迅速走向工业化的国家受到了全球的瞩目 我们来看详细的内容 从近几个星期一些国家在减排方面做出的承诺来看 制止全球气候变暖的目标终于可以达到了 而随着这些进展 喜马拉雅山冰川融化等问题 也是北京在制止气候变化方面的政策受到格外的关注 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说 随着气候逐渐变暖 喜马拉雅山的冰川在20年之内 可能从目前的50万平方公里缩小到10万平方公里 然而对于世界头号排放大国中国来说 冰川融化并不是唯一的问题 气候变化影响到传统的农业生产 许多地方颗粒无收 大量的牲畜可死 稍莫化影响到4亿人的生计 中国是世界上煤炭消耗最多的国家 是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估计 明年中国的能源消耗将占全世界的66% 今后十年里的发电总量 有65%到70% 要依靠煤炭 如此大量的煤炭消耗 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 中国政府宣布到2020年要从2005年的排放量减排40%到45% 欧洲国家对此表示欢迎 但是敦促中国迈出更大的步伐 会议东道国瑞典首相拉因菲尔特说 中国参与气候保护是很重要的 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 他们在开发可再生能源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 也大量的开发核电 但是我们认为他们应该采取更大的行动 一些分析人士表示 中国已经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全球气候项目中国主任 厚燕丽说 从2005年到2020年中国的减排量将达到40亿吨 这确实是很大的数字 比欧盟同期的减排量大三倍 自从1992年 李约条约敦促各国主动减排以来进展十分的缓慢 但是在外交努力进展缓慢的同时 气候变化的步伐并没有放缓 全球气温每十年上升0.19度 北极的冰茂在迅速的融化 海平面随之上升 另一方面 2000年以来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了29% 气候变化导致干旱风暴 物种消亡 热带疾病蔓延和其他不可预测的后果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